王石和田普俊 这对相差30岁的妇女连 自从公布以来 便一直不太受待见 因为年龄相差实在太大 大部分人认为田普俊是为了钱 而王石也是相当会玩一个人 为了追求真爱 61岁和发妻离婚 之后立马就和田普俊 田普俊在一起 可以说是无缝衔接 让田普俊背负小三骂名多年 不过不管外界如何非议 两人还是恩恩爱爱 王石最近还发了一条微博 帮自己的小女友宣传新书 要知道一王石的财富地位 是不屑于发这种广告的 但是为了女友开心还是发了 网友调侃混到老王这咖位 也逃不掉被逼发朋友圈系列 其实也没人能逼他 只是比起面子更爱自己的女友而已 而田普俊因为出新书 也接受了一个访谈 首次公开谈起了自己和王石的感情 首先就谈到了著名的豪门跳板长江商学院 该学院学费比较高 但是只要给钱就能计 于是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孩 为了认识富豪和富豪 当同学便会交钱进入该学院 外界传闻当初田普俊就是在这里遇到的王石 但是这次田普俊却以口否认 不是在这里遇到的 并且表示为了学习要舍得投资 自己并不是抱着认识富豪的心态去上学的 而是想做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说得很好 但是已经学习的田普俊 又怎么会被中西开除呢 一MMM谈到王石时 田普俊说希望王石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王石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希望自己有了孩子以后能像王石一样 甚至希望王石就是自己的儿子 37岁的田普俊 把67岁的王石当儿子 这画面小巴想都不敢想 还说两人感情里的角色 自己像妈妈 王石就是孩子 王石穿什么衣服也要田普俊 擦防晒霜也要田普俊来 还要提醒他喝水 总之感情生活中田普俊扮演的 就是一个全能保姆的角色 说好的妇女恋 怎么变成母子恋呢 在谈到结婚问题时 很多网友觉得 田普俊和王石在一起 也有六七年了 可以结婚了 即便是这么母爱泛滥的田普俊 却表示自己很享受当前的状态 不想结婚 觉得结婚是一个过世的存在 在田普俊的新书里 还爆料 王石是一个很抠门的人 两人在剥外时 为了省下饭钱 去超市里吃吃吃饱就走 偶尔想吃顿好的 还要去田普俊的富豪朋友们家去蹭 出行从来都不豪华 都是坐公交 挤地铁 甚至走路 而且田普俊筹钱筹不到闲时 王石都不帮忙 宁愿把自己的钱捐给慈善基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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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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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